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臭鬼聯盟的Party寶物 我是蘇蘇,今天回到滿紅眼看這個遊戲 上次玩到阿密的弟弟給我一些線索 叫我找他媽的,他媽就是萊斯的媽媽 他完全沒有跟我說怎樣找到他,他自己找線索 老波,不是啊,是老莫 其實我的名字叫老波 我沒有聽錯,你叫老莫 我沒有認錯,最新一期的大腳八 順者,你看不看? 大腳八一種雜誌,每期珍看的人比較多 我不會用文化來決定這一套 住在這裡的都是沒什麼錢 不代表他不願意開托或行街 有些知識的增長 可能是老莫買剩的 我不認識哪有老波 我只認識團職任何小眾的出版物 誰是老波,你是老莫 老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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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鬼啊 老莫 和老波 和老莫 和老莫 不就是他們同一個人 冷靜點 冷靜點 不就是你們辛苦了 你們穿奔 穿奔什麼 我說話比較客氣 這些都是佛樂之前教我的規矩 啊 我還沒找到她媽媽 萊斯的媽媽 怎麼辦 怎麼找到整個問題 問一下警長 有沒有幫助 這個可能有幫助 羅塔 買堅果的 欸 有什麼人欺負你 告訴你 如果你再不走 你會有麻煩 蛤 你人告我撞 這些假話 夠膽打我小報告 你條理這麼長 你二五仔 我剪成五仔 你說好不好 不要啊 拜拜 不知道是什麼笑話 完全不好笑 問問龍里 龍里 我跟薩姆心聊過 是誰 是背罰你 失蹤的女兒 萊斯里 她跟薩姆心的姐姐 阿蜜是朋友 以外送息量真的很大 首先她背景很重要 薩姆心原來是一個偏執的精神分裂者 看你證人的證詞也不是很可靠 阿蜜不在嗎 不在這裡 她竟然拿著一把劍 寒在我頸上 什麼劍 阿蜜來 這把劍其實不是重點 阿蜜說得對 撿回一條命 做得很好 現在你叫我做的事越越純述 那你搞一堆東西 有什麼收穫 她說了什麼 原來她姐姐阿蜜 都在館子工作 她所有失蹤的女兒都是這樣 所有東西都連繫在一起 第一個失蹤的人是萊斯 我一定會找到她媽媽 你知道怎樣找她嗎 沒錯 我去去就回來 煮滾熱水等我回來 正探祝你好運 待會見 龍尼 沒說我怎樣找 我想找佛洛倫斯克里門科 真厲害 你認識她嗎 可能認識她 在哪裡找到她 怎樣跟你說 我正在調查失蹤女孩的事 說不定她們不想讓你找到 失蹤女孩跟你差不多 你就不害怕嗎 哼 我知道自己如何照顧自己 你懂不懂佛洛倫斯的女兒 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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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不太熟 她是一種可憐的螞蟻 那裡有朋友 是一個容易被人按住的肥羊 大家都是這樣想嗎 應該是吧 我不想你聽到任何人提到她的名字 可以 我也想快點找到這群失蹤的小孩 不是小孩 女孩 你呀 什麼都做不到 跟你說 佛洛倫斯 現在想靜一靜 如果你夠膽去找她 我就脫掉她的皮 你聽不聽到 我明白 我最愛的人都失蹤了 但我死都要找到她 你去工廠會找到她 她平時就在那裡 記住跟她說 不是我跟你說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 有個瘋子的變態來騷擾你 她一定會找清楚哪個流口風跟她說 然後把那個人 打一王 謝謝你對我的信任 不要後悔我對你的信任 還要把你的後悔來到這一天 聽不聽到嗎 那你放心吧 對呀 那工廠在哪裡 你眼看的工廠 送著這條巷 直走就看到了 直走就對了 不用進樓 這裡好像兔子比較多 咦? 不行的 不是這裡嗎 不是這裡嗎 是這裡嗎 這什麼事 我忘記了 那是什麼事 還是這樣啊 要經這樣走 不 不是啊 關什麼事 先找他一次 另一邊 工廠區 糟了,有點檔室路 好刺激 手說睡覺 進去應該不難 我先找到佛羅羅斯 但我要... 我要趴下 嘩 又是潛行的 那裡有傭人,我要小心 我會走的 那裡有很多傭人 但我要進幾間 快到了 這就是佛羅羅斯 佛羅羅龍斯 你不是在管子周圍打聽的人嗎? 你在做什麼? 說話都很奇怪 我是一個私家偵探 你...你再不說人話 我就要叫警衛 我想... 知道萊斯到底發生什麼事 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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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和萊斯 羅斯 不見了 我都沒有什麼可以跟你說 你有沒有跟她說一下她是怎樣 每一個線索都很重要 你對我都很友善 我找過她的東西 問過所有人 結果一無所和 萊斯... 羅斯... 失蹤了多久 她失蹤了20天 聽著 你要走 監督員隨時都要來 你住在哪裡? 可不可以之後去你家找你? 我住在灰色廉價公寓第五座 你是否想看看萊斯的房間? 想啊 對我的調查工作一定大有幫助 可以的 趁著監管員未來 我們趁著... 這樣走出去 走一個消防通道 快點 現在嗎?那好吧 那現在就去... 去... 去... 去女兒的房間 看看有沒有線索 啊... 我到處找一找線索 先 好啊 如果你要我幫忙的話 儘管開口 我會的,我會先送到入手 記得把東西放好 我也希望我寶貝的乖女的房間是乾淨的 查看什麼 感覺很親切,如果打開燈就會發現整個家裡都有一些蟑螂 花中空蕩蕩,等一下,我知道了 大廁的大王花,好像一個廉戒掛靈 白色的花瓣,黃色的花心 這幅畫是小朋友畫的,我也希望 廁所有什麼? 盆栽 深型的樹葉,放在罐上,看來很傷感 我也感受到 看來很久都沒有人維修 我想起自己的童年 還蠻慘的 碗紅先生 暫時還沒看到什麼特別 花是書譜 茶月白花 初谷 是一個典型的物種 陽性 這幅畫是會向著太陽天空中間的位置 初谷 也名為太陽之眼 這種花的花咀在晚上會收合,日間會盛放 初谷通常都會被稱為馬荔玫瑰 插完白花 初谷就是一個典型的物種 黃花 在俄味開花植物的統稱 俄味呢 是長眉 不是俄味 長眉 長眉 長眉之名的植物的珠 是大小不一的 緊湊著的美形玫瑰 在攀圓植物不等 長眉的皮刺 會呈這個連刀型的勾狀 可以協助長眉 緊貼著其他植物之上 繼續看 根據長眉在創世神話上 都佔很大的篇幅 被稱為大天火之花 看看心臟植物 心臟喜臨 喜臨湖 是天南星科下的開花植物種 其的物種是一種 龍度不一的草酸蓋晶體 如果植物對這個動物有麻醉的作用 為什麼他的心形呢 他就是甜心的意思 哦 有一點點研究了 對他會有麻醉的作用 看看萊斯的房間 看來他比其他房間溫馨得多 萊斯沒有失蹤 好像馬上回來了 佛洛倫斯真的 不是過得太容易 終端基 唉 萊斯 請輸入密碼 密碼123 不對 這樣就糟糕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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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初曲 最喜愛的樂隊 九歐樂隊 先看一下 我先看看 貓貓樂隊不對 蜜魚兄弟 糟糕 貓提尼 薄巴 寶寶 這個不是他寵物嗎? 你叫什麼名字? 萊斯萊斯 我叫霍華德 你叫什麼名字? 霍華德 霍華德不是雀啊 你是雀啊 漂亮的 是什麼? 伊格拉斯 伊格拉斯很高氣可以跟你合作 回答來了 萊斯歡迎回來 回答對了 學校 沒有的 秘密 有了 有時候我身體外面有點血 我很想把它沖走 我的浴池沒有水 我心裡很空虛 我的肩膀和膝蓋都空空原也 在呼吸 我在呼吸 從風吹起 從烈酒眼淚空送風組成 這些都是我 不是其他人 今天星期四 我不想這樣唐突 無意之間 脫口而出 我過去呢 調小聲一點 觀眾聽不到 OK 可以繼續 如今 我在腦海中常常唱歌 好像很多人在 觀眾在來來去去來來往往 每一個面孔我都見過一次 遺忘令到生活輕鬆 我卻忘記了歌詞 指張旋律在心中 很有思議 想喝湯 不想 想試試煮菜 醫生說 這樣有益 我的想像力 就像撕裂了那層肉 鑽研 咬 那個肉都說 我是我是 萊斯利 萊斯利 我愛你 最近有多面的動力 現在她完全控制著 不管在什麼方向 她都驅使著我 我看來原來有一種巨大虛空 那種空虛應該是 空蕩蕩的空間 等著更加龐大的東西吸進來 那個洞就在這裡 沒有肉 沒有肉 沒有球 沒有任何其他雜汁 我的雜音 很多東西都不能這樣逃離 很多事物都看著她的方向走 很多時候愛情再次貧空出現 吸納了我整個世界的存在 曾經的我 想要求她新的定義 新的界線 新的陰影 機制 曾經麻木的我 我看到這個世界越來越廣闊 我為了跟這個世界交流 想到一些新的話 與新的交流方式 現在我知道了 我過去會說未來 未來是遙不可及的 打溫刀通向未來的路 老闆知道我們的事 他說有一個實方者會幫助我 這些人 高牆之外都有生活 我想和你一起出去生活 無論你怎樣想 我都要告訴你 我會永遠守在你的身邊 刺激 客戶 打手 負責內部的安保 即便是貴賓公告形象暖狼 就是一條混蛋 這個很威士忌 後屁股 經常對姑娘動手動腳 經常以為自己幫過誰做保鏢 基本上 都是不懂得做人的中層官員 經常透露有用的消息 服務到位 好複雜 佛雷德 利器 會計 人很危險 說話很少 雖然不會騷擾姑娘 但會眼睛看著人 沒有人會喜歡她 幸好 這人的酒量不太好 三杯就搞定她 有時候她管著 圓人的錢 包括科學部部長 經常都在想 館的財務經濟 哪一天會說些不應該說話 來龍 五二夫 拉黑了 洗錢好像賭水一樣 家裡就在科學城 目前來說 沒有太多價值的訊息 本身是什麼都不知道 是個白癡 佔有肉有強 是否跟姑娘或其他客人動手 老闆已經說出來了 如果她再鑑回來 她是有 情治她的方法 眼不見為正 蓋希爾佛斯 警察局長 經常說內部安保人員的壞話 經常說內部安保人員的壞話 還說科學部部長 一定要捏死她 特別在說不說有用的訊息 別人跟她說話的時候 最喜歡對別人是小朋友 給吉娜看看 看看能不能跟科學部部長 講的細節位 神器項目 這是什麼 交通部部長 人多的時候比較少說話 看見店裡的姑娘 就比較大聲 又神器一點 有老婆有兩個情人 經常說自己跟科學部部長 工作之間很密切的關係 雖然從來在店裡沒有看過部長 就是喝甜的東西 不喝威士忌 不喝啤酒 看來也不太願意 談自己工作相關的事 不過 萊斯利說不定 有一種方法 讓她嘴裡吐出她的線索 律師 對吉娜有意思 已婚 有小孩 抽這個喉皮 好像喝茶 身為律師 沒什麼危害 所以適合吉娜 服務隊長 她有自己的事務所 經常跟大員 或城裡的高官打架 一般來說 佛特 和斯托克斯 一起來的 這間店 看來科學城 真的發生不得了的事 我一定要跟龍尼說一聲 生物學學家 負責人 有老婆 顧家 經常喝喝醉 經常趴在姑娘的肩膀裡哭 好像很怕科學部部長 老闆經常把她服侍得非常好 私底下 見老闆也有跟她聊天 她當時的表情非常凝重 跟吉娜提到的神器項目 第二次有人提到這個項目 一定是跟科學部部長合作 財務部長 牛氣 非常令人難受 經常鋪園 店裡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沒有人會喜歡她 在店裡 她給了小費 雖然給得很大方 但花錢的一定不是自己的錢 她跟李嘉來了幾次 還包了一個私人的包房 師主很偷聽 但偷聽也不多 他們說話都很簡短 夢之隊 就是本人 大屁官小姑姐 吉拉 對男人沒什麼脾氣 好像沒什麼脾氣 貨走得不少 不知為何很敏感 她常常安排一些 不安排大聲說話的人 最近去了西區 不是去廠 上江的秘訣 性格很好 但不是很聰明 形象很年輕 小鳥伊人的型格 我們非常缺乏這些姑娘 萊斯里 坐來的 跟密羅德走得很近 她跟她媽媽和弟弟一起住 家裡在這個區域 很聰明 她跟密的朋友一起招來 但應該很快就適應 生得比較漂亮 我入房的時候 就給了一種夏天 明美清爽的感覺 據說 男女都是通吃的 廠尼 是萊斯里最好的龜拔 非常緬甸 服務客戶 非常需要培訓 這位弟弟雖然美弱天 她弟弟霸道 控制欲弱強 希望保安可以特別留意這個人 行動 第一階段 找一些中心的小女孩 如何勾引男人說話 從廠尼開始做起 擴大至西區 如果待遇好 就不牽涉任邪的服務 如果客人要說話 只需要跟我匯報就行了 情報方面 提供後屁股的渠道 可以令人洩露這個秘密 和小海對半分 令人上癮 如果想勾後 就可以慢慢 嘩 完全是用後屁股 令客戶上癮 打了一個非常高端的貴賓品牌 吸引大人 每次都要點到一些心儀的姑娘 接待完客戶 才令客戶 如果不還的人 老闆會自動送候選人給她 派一兩個特別掛念她的人 來讓她上癮 看看她還不會親憑戚友 掛念 說規矩就說清楚 姑娘寫得很清楚 這些客戶 通常沒有親憑戚友 要掛畫像2號房 立即打給蘇絲 打電話 應該立即打他 萊絲也有一套系統 所以幕後的黑手 不只是黑內黎莎 看來整件事都令人發自 看來萊絲也是一份子 就這樣看 所以 對接人叫 敵歐 5號12點 在橋下碰頭 她會帶我們去場外 暗號是 初谷城房 不會吧 萊絲還會跟其他女生去場外面 暫時就這樣 不過送色量也很大 不要跟媽媽說好一點 不然會擊倒她 呃 呃 萊絲知道些不應該知道的事 比如說 呃 雪萊話場 沒有急 我自己也在消化 你覺得他還在生存 我覺得他躲在 躲在哪裡 躲在多久 呃 他會有危險 我不是說得太好 我會查清楚 私事我不會過問 你是法治內心 真的很感謝你 現在真的沒有人會這樣為我 著想 佛洛倫斯 我會盡力的 好吧 好吧 那 應該也沒有什麼特別 我要走路了 這樣 今集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個 滿熊眼探 這個系列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訂閱 我們頻道 下次我們會繼續跟龍尼分享我剛剛找到的資料 究竟誰是一個 羅斯 是不是幕後的主謀呢 還是另有其人呢 相信在等一會跟龍尼的討論會得到結果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